想要转校 想要放弃这样 我一直都觉得那边的人很懒惰 很强势 学术方面就没有那么好 还找到缺点了在新加坡 新加坡很骄傲很蓝稀 去新加坡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像跌入谷底 我重新再选择了一次 新加坡 你会怎么选 你们觉得我会坐在Office 9-5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子讯 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 我是BeezyBung大家 你是在哪里读书啊? 西班牙 然后我是刚刚毕业于新加坡 NU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ccountancy 这个科系啊 然后今天就想要来聊聊 关于新加坡留学和欧洲留学的不同 我想问你先 在这里开始之前 你是喜欢看我的人啊? 我总是说很喜欢 很喜欢很热爱的 然后也是蛮坚定的啦 可是现在我就觉得 不要有点变化啦 变了 什么变了? 等一下我们来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点 OK OK 我可以先问你吗 为什么你会想要去西班牙了? 因为以前是我觉得蛮冷门的吧 当时候我看中的东西是两个点吧 学费便宜 当时那边没有人读书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种很有挑战性的嘛 就是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然后学费便宜 读到语言 接着大学 然后就在那边了 就到现在了 然后明年毕业 很快啊 你不是觉得很快呗? 很快! 这都要是四年了呗 by the way啊 我怎样知道他是谁啊? 这个新闻有报你啊 就是那种社交媒体的page 有讲过你的 哦 真的吗? 啊就是我讲同考生 然后你share那些notes 那些影片的 然后就有人转发啦 然后就这样哇 哇 然后我就 怎样做到了? 然后我就开始去看了 就我那时候 因为以前成绩很好嘛 就觉得我一定要去到世界排名最高的大学 嗯 然后哦 可是我们只有同考哦 文凭 我没有考A level 没有考SAT啊 是不可能需要什么美国英国最top的大学的 所以同考你可以需要最top的 就是亚洲最top哦 亚洲最top就是 清华 北大 或者是NUS吗? 因为我是accountancy 所以 其实我去中国读的话 就那个system啊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啊 我就不能去中国读 就虽然可能学校有什么保送名额 这样子 我也是没有去拿 我就自己 现在同考哦 拿到成绩过后 我就自己去报读NUS 然后也是很顺利的进到这样 我也是看中就是我觉得 新加坡花奖学金真的是很多 比较容易拿到 它待遇很好 因为我自己哦 其实我英语也蛮差的 所以我就对西方国家 没有这样大的向往 也不想要花这样多钱去读 然后进来新加坡 容易拿奖学金的话 我就打算去了哦 你拿到怎样的奖学金? 哦 Asian Scholarship 那是4年? 它是4年 我报完学费 求生费 然后会给一年5800的annual allowance 这个5800哦 是580币是不够一年的房租 完全不够哦 一个月可能房租都签多 所以你还是要直接贴生活费那些 啊 可是学费那一赛 嗯就是完全免 4年免完 免完 可是有一个3年的bono在新加坡 也就要在新加坡公司做工哦 就接下来你的career哦 很快哦 接下来 嗯 然后每次人家问我 其实我是一定会留在新加坡啦 因为我有这个bon嘛 哇 我不懂哦 我觉得时间真的在飞哦 诶不过你们的学费很便宜是吗 哦 哦 by the way 我知道你们的很夸张 谢谢 that's why你看中奖学金 在西班牙啊 你付的学费哦 是跟当地人一样的 你懂吗 没有international student fee的 哦 所以你今天他们是讲算 我就举个例子 我的学校是 一个科目 let's say 120块欧元 你一年有10个科目 嗯 1200欧元 that's it for这个student 他没有管你是来自马来西亚 你知道吗 在欧盟他们是打这种 人人平等 哦 欧盟啊 英国 阿尔兰不算 在欧洲 留学嘛 我去的是很多cultural shock 我先丢给你先 因为我觉得在新加坡 毕竟是还是算是 可以讲是遇到自己人 ok 我觉得文化才艺最大 你可以expect到就是 节奏很快啦 就现在都很转 一个东西可能其实 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好 还没有去看那个style 其他同学就已经读完了 所以就是很快哦 好的东西是什么呀 真的是新加坡真的太安全了 好像你一个人出门 你去shopping mall cafe 读书 Starbuck 读书 你的东西真是可以放在那边 然后你一个人去厕所 你电脑什么都不会不见的 你就一个人出门的时候 真的是很不错 因为这个东西吼 我也是有去过西班牙 我觉得在西班牙 应该是一定会被偷了吧 我不可能放东西在桌子 想都不敢想 ok 所以西班牙 我觉得自安不是couch shop 那个是他们的常态哦 好像他们讲很多那种 爬手啊 touch hood啊 touch hood 我还没有中哦 可能couch shop最大的吼 是他们的对生活的态度 慢 你可以讲快吗 你看这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啊 你去到一个很快的国家 我去到一个可以讲是在全球啊 他讲第二应该没人敢讲第一 真的是讲慢诶 明天有考试 你可以问问看你朋友要不要 今天要不要出来 relax一下 还是去海边一下 哇 先chill一下先 对 他们是讲考试有考试 可是我们要enjoy今天太阳这样好 哦 今天有活动就去啊 然后明年再考啊 不是很喜欢还是讨厌 我相信这东西是文化的啊 也没有办法去觉得是对啊错 是因为我去西班牙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couch shop是 比如讲他们的商店啊 好像全部人是两点到五点都会关门的 哈 他们会有一个休息时间 午休 那你觉得在欧洲西班牙留学啊 最大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因为它慢节奏啊 一开始我很排斥这东西 到最后我觉得它是个优点 它让你放慢哦 去享受那种当地的人情味文化 我觉得缺点可能是 这个离开家太远了 它让我已经产生了那种隔阂这样 就时间久了哦 你会感觉 你融入不回来了 可是你又是马来西亚人 只如它是优点也可以是缺点 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很胃口啊 像你在新加坡 觉得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如果你问我最大的优点 我就觉得是新加坡的这个环境啊 它商业环境很好 尤其是如果你是finance and tech这个领域哦 就非常赤箱 那边也是有很多 马来西亚你看不到的国际 大银行 还有科技大厂这样 Apple、Google、Meta 那些缺点的话呢 我就觉得是 找到缺点了在新加坡 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还有很多国际大银行那些大厂 可是其实 因为我们是一个 foreigner 吧 就这些东西其实 会比较 pardise for Singapore 就是可能你要进去 会有点困难 那个门槛很高 不想没有可能 可是你真的是要做很多功夫 因为这几年 尤其是他们的 Applement Pass Equator 越来越近啊 所以就更难进到 这是还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哦 可是如果你一进到了就OK了 你生殖那些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你一进去的时候 要看那个公司 有没有 foreigner 的夸达给你 啊 OK by the way 我想到一个东西 因为我哥其实他们都在新加坡 哦 那我想问你啦 物质太贵 不是确定吗 刚才才要讲吧 对 你OK 你讲一下 你租过最贵的物质是多少钱 OK 其实我租房过一次吧 然后我觉得租房 这个真的是看运气 我但运气还好 我租到一个850 很靠近NUS的房间 很靠近NUS 而且它又有Aircon 新加坡的房子啊 都是一千起跳啊 你要有Aircon 应该是一千起跳 而且我那个算学区房了 靠近NUS10分钟就到哦 反正你在学校多少钱啊 你记得 你第一年的时候 学校其实很便宜吧 大概550吧哦 我学校第一年是500新币 然后过妈妈有变行550这样啊 所以其实你看哦 学校的房子是最便宜的 因为NUS大概550 可是你NTU的话 因为它比较无路 就可能400多块吧 而且他们的单人 他们的双人房很多 所以就去拿双人房的话更便宜 他最大缺点就是 他只能给你夜晚夜读的时候 给你学校的房子 如果要去夜晚就像我这样 我就出去租哦 出去租的话 房子一定是房费 一定是千多这样好吗 所以大家去新加坡 这是他最大缺点 想好 刚才讲好像那种工作 其实是歧视啊 因为这个是你毕业过后 才要去面对的问题啊 什么这样 可是你要那个房子 确实是一个问题啦 不过也不像没有可能 住4年的学校 有些人还是manage 还是能拿到4年的宿舍 可是你就要在课外活动 花很多心思 你要做到很高的职位 你才能有机会 beat到学校的宿舍 我也是听凯安讲这个东西 就是我女朋友凯安他 也是有讲到 要focus那个CCA 然后真的有人到4年了 真的有人4年住在学校 有有有 你放弃了不是你讲 是因为其实这种学校的东西 CCA Calculative Activities 你就好像只在帮学校 做一些活动啊 这样子吧 然后in order to 换一个500多块的宿舍 可是如果其实你在外面啊 有发展自己的事业啊 他赚到的钱哦 是比这个500块大的哦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去 explore外面的东西哦 如果 明白 那个opportunity cost 哈 可能你赚到钱 可能是两三千块 一个月 学校你省到来 到最后还是省一个500块 这样吧 所以就是opportunity cost哦 明白明白明白 你觉得人们对欧洲最常见的误解是什么 我讲我自己啦 在还没有去之前啦 一直我觉得那边的人很懒惰 他们的人很强势 aggressive哦 然后第三点就是 我感觉他们的教育体系 太freestyle了 太多东西可以做了 做这个做那个 那他们学术方面就没有那么好 其实我到后来才发现到 懒惰不懒惰这点呢 不可以由我们这样子看进去去讲 他们懒惰 因为那个是文化 他们下午有个午休时间 他们不是叫懒惰他们就是有 而且下午的时候时间更长 因为那段时间很热 当然啦 哪里都有懒惰的人呢 可能欧洲更多一点点 可是我来了过后发现到 这个点变成了一个日常 变成了一个文化 可是到后来我是把这些误解 就是当作是 我不够了解他们 然后过后就 带着自己的那些stereotype 去看他们哦 可是新加坡应该很少吧 新加坡误解 新加坡误解 一开始去的时候就听到人家讲 啊新加坡很骄傲很蓝细 好那种什么讲华语会被骂 其实完全没有耶 我觉得那边 首先是很多中国人啦 然后尤其是你在吃饭啊 去普通华客吃饭 因为那些很多auntie uncle 老一辈他们很多智慧华文 所以其实新加坡 用华文的场合还是非常非常多 你不会华文的话你会有点惨 你很多manage会看不懂 嗯 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用华文的场合 然后而且这个东西在新加坡 也是一个优势 因为你是multilingual 好对一个就是讲节奏快 有些人我觉得好像我去之前 我听到人家讲到很夸张啊 什么电梯很快啊 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都被放到 我自己在新加坡是看到很多很慢的电梯啦 可是这个不是重点 这重点是我觉得快 它可以是一个好事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 它会被人家放大 我觉得大城市都是这样子啦 我觉得这个跑不掉 对对 在西班牙大城市也是快 不是讲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算是一个蛮小的国家 所以它整理看起来就 像想象中的这样 哈文童话讲什么 新加坡法律很严啊很恐怖啊 我是觉得OK啦 因为只要你没有做什么 奇怪违法事情就OK了嘛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处 因为就算今天你电话不见 什么 或者是你的车不见被通哦 都是警察都找得回来 因为全部东西啊 他们都trade到哦 你真的是跑不掉 所以就很安全 我觉得很多东西只是被人家放大吧 你觉得你在西班牙读书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哇 这我再提了 语言 西班牙语 这种外语哦 你怎样要读一年就去到大学的level哦 不可能 就是after语言哦 学七八个月哦 他还是baby level的 人家用两个小时读 我用两个礼拜 或者是两天 因为你要一直找意识 你要去找那个到底怎么用 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的自学哦 时间啊 时间 哇现在读的过程啊 又一直要翻译 一直这样子 会不会有很多moment是觉得 为什么会在这边这样的感觉 会 就是好几次是想要转校 想要放弃这样 没有错话是after第一年的时候 我想过就是 我不想在那边了 可是幸好没有啊 不然就没有今天了 而且其实像我自己也是 其实我一开始去新加坡的时候 我非常怕 因为我在去之前 有学长过讲 哇你去新加坡啊 你不会跟人家讲话 我本来以后你会被骂啊 你一定要跟人家讲英文啊 要不然在你跟人家讲话 他会觉得你看不起他 我就会非常怕 然后其实很多人会很喜欢跟我讲话 因为他们觉得很亲切这样子 然后因为他们可能也自己平时 很少机会能用到华语 然后就觉得这样子比较亲切 所以也蛮好的 然后就算我的英语很差 他们也OK啊 都没有人管了 还有那种新加坡词 我听不懂他们 是会跟我解释这样吗 就没有什么差 而且其实一个Fun fact 就是其实我最要好的朋友 都是新加坡人 虽然他们会讲 哎 新加坡人很骄傲 然后你最后一种 Sherotype 可是最后我读到 读很friendly 很helpful 好像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你啊 就是好像大学这一路走来啊 如果你可以纠正回大学期间的一个错误 你会想要fix什么 你会想要纠正什么 我觉得这东西很fake 可是就是 不要装懂 很多时候你以为你了解足够哦 我觉得还是要谦虚一点 还是要真的去做足功课 大学这几年哦 其实这个点也是在冷气关系里面也是很重要 很多时候你真的以为 你懂你朋友的嘛 你了解你的另一半啊什么 不可能哦 你还是要沟通 你还是要去fact check 多点事情这样子 什么就是你想问这个问题其实 这个问题很多大学系的影片 人家都会问到嘛 但是如果人家问到我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 我以前不够open minded这样子啦 可能那时候我一开始去很不喜欢 就是那个快节奏 我会觉得很 厌峻 很烟很烦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快 为什么全部一定要这样 hustle 好像全部人呢 我就是为了一个internship opportunity 就会一直去各种navorking event啊 很多coffee check 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累 可是现在哦 其实我看回去 我就是觉得就是 open minded 多去走动 多去认识人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今天不去跟那些人聊天哦 你真的不懂那些bank啊 那些行业 他们里面到底要做什么 而且当你需要这个navorking event啊 会去的人哦 都是很愿意跟你分享的 对 就觉得很有用 就真的是 不管你会到最后 会不会逃入那个industry哦 他们都会somehow inspire到你 或者是 教会你一些东西 确 所以如果我可以重来的话 我就会 open minded一点 然后多去参加这些high quality的event 你当时候其实比较 可以讲是fobey 嗯 很多人觉得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可是之前不是的 尤其是大学期间 就好像我讲 我一去新加坡 我就很害怕 觉得自己样样比不过人 就连英文都讲不过人了嘛 所以我一去到新加坡 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像是 跌入谷底了 我的自信心 然后我也不敢去跟人家出门 就好像来找我讲话 我也是不怎么敢回复人家 什么这样的 然后现在就比较ok了哦 什么事情呢 今天讲什么事情让你现在有这种 很好奇的 因为我相信哦 会看到这影片的 大家 应该不会 相信你以前会是这样子的 想不自信什么 可能大家 看到的样子是 所谓的 资讯 那个label 可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说 你现在开始不care了 你现在开始做你想要做的东西了 我觉得是找到自己的优势 就是好像 现在我比较清楚自己的路线 我以后想要做 就是不要 像这种讲话影片啊 或者是旅游影片啊 可能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就不用硬硬纠结在我 比较不擅长的领域 因为我在那些 比较我不擅长的领域 我就会 越做越没有信心 所以我觉得是 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 然后又有能力的事情 这两个点 喜欢和有能力哦 我认同 可能前面两年你很迷茫哈 哈 前面三年了 呀呀呀三年 你看 如果你花好三年 你这四年才知道的话 想借着这个机会 可能上大一年 想说 不要急啊 是 你们可以一开始就是 多去try吧 多去认识的人啊 多去try各种机会 然后像我这样 我也是大肆啊 最后一个semester 就今年2024年 才决定做social media 多一点的嘛 就是转出来social media 你以前是没有想到啊 没有想过啊 拍影片也没有想到一间 真的会走上这条路 我只是open to try different things 我其实一直都有问题想问你 你要问什么 我来问你问题就好了 最后什么ending OK 其实我想问你就是 你这四年啊 在NUS 到底学到什么 我觉得 如果你问人家去大学 学到什么呢 就除了他自己专业的东西 剩下人家一定会跟你讲 什么沟通的能力啊 要怎样跟你的groupmate沟通啊 这种 然后什么critical thinking啊 要不然你怎样 写你的论文那些嘛 然后 如果你问回我 除了这些 很general的 英文的重要性 我想要分享可能比较mental的部分 因为我现在是 很亚洲第一嘛 那我觉得我一开始呢 可能我有东西做不好啊 考不好 我就会觉得 哎呀不用急啊 反正我都在亚洲第一啊 就是这样的嘛 因为身边都很厉害了嘛 可能就也不是我的问题啊 就是fight不过了 然后 可是咧 其实真是不可以有这样 你一有这样的心态你就惨了 就算他今天是亚洲第一啊 可是我身边的马来西亚哦 他们需要这些NUS NT 他们还是那些top的人 很多马来西亚需要他们还是din list的 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不躺平的心态 就算你身边有很多中国 各个国家的那个顶尖的人才都在那个大学啊 你不可以这样子有躺平的心态 如果你今天有什么东西不好 你的英语不好 你就去学吧 就去找出自己的质量 觉得你的finance knowledge不够 你就去学 去找各种resource critical thinking 你就看书多一点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 很多时候 大学就是一个成长过程 你要怎样去跟自己对话 接受不完美的自己 然后你知道什么不好 你就怎样去改吧 最重要就是take action 哇 这四年我以为你只学到课本上的东西 NUS吗 这种需要我会还给老师啊 我重新再选多一次 新加坡在那边读书 话 你会选吗 我还是会去 一开始我去的时候 我就只是看他排名帽 什么东西都没有想 可是现在的我 其实会感谢我当时这个决定 误打误撞 它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因为首先我刚才讲 就是机会很多 就是我其实很多 我认识很多那种打工人啊 打工的朋友 他们其实是很多 每个月都可以去旅行了 因为行费很大嘛 所以人家讲新加坡很闷啊 可能出州 像美来西亚那样跨州旅行 可是其实新加坡跨州旅行是什么 就是 非啊 就是出国旅行啊 这个就是他们的跨州啊 我觉得新加坡就是这样子 它很 就是虽然你工作很辛苦 可是你旅行的 能力也很高 因为 钱大嘛 好就是我觉得 我很喜欢新加坡 我真的是 我去外面 我会感受到 每个人都很平等 每个人都可以去追求 自己想要的东西 只要你可以证明到 自己的能力 然后做出成绩给人家看 最后啦 然后最后 最后一个问题 你会推荐什么样的人 去新加坡读书 讲到床的人去哦 不要觉得自己在 马来西亚那里有很多包袱啊 就是刚刚去 因为如果你没有踏出自己的 这种舒适圈 你就是不知道 你在那边会遇到什么样的机遇 不要觉得你自己在马来西亚 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 就是你要去踏出去 去看到更广的世界哦 我其实也是会 讲同样的话 如果 有人问我要不要去欧洲 去西班牙 你不可以带着你之前的 Zero type这些东西 你可以带着 可是 希望你 尽快丢掉 如果今天需要新加坡 可能没有那么 强烈 可是在欧洲 真的要去外面读书的话 我希望你带着一个空碑 空碑形态 因为在国外哦 真正的外国人是我们 那些按摩不是外国人 我们去到人家家哦 现在 你应该要知道人家家有家规 大概是这样子哦 然后 我们做结尾啊 做结尾哦 OKOK 我觉得 我觉得就很casual 感觉这个就是结尾哦 感觉这个就是结尾哦 反正大家 你们再告诉子萱 告诉她 需不需要再继续 在这方面 Podcast 谈话性这样子的一些影片 你们有没有兴趣 你们在留言里面告诉她 因为 在这之前呢 我就已经跟她讲 她在这方面肯定 肯定可以的 哦 因为大家 你们应该也想象不到 她坐在office里面的样子 对不对 你们留言一下告诉她 哈哈哈 你们觉得我会坐在office 9-5吗 不可能啦 OK 大概是这样子大家 我们下次见 是 拜拜 拜拜 你叫我金贤呐 OKOK 我觉得这段就可以直接开始了 哈啰大家 太少啊 已经太少了 哇 OK 再剪进去哦 可以可以